老百姓越弱 国家则越强 老百姓越笨 国家则越稳定 用奸恶的人来管理善良的人 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稳定 这些言论出自一本古代禁书商军书 商军书记载了很多黑暗统治手段 他告诉君主 要做老百姓厌恶的事 要防民 弱民 贫民 赌民 比如通过狂印钞票 提高住房价格 增加税收等手段剥削老百姓的剩余钱财 老百姓就会人穷制短 这样才能维护君主的统治 商亚还认为 国家需要两种人 一种是愿意做牛 做马的平民 另一种就是愿意为统治阶级 付出生命的战士 凡是非农非兵的 都是舍本逐利的奸民 应该统统打压 除了以上几点 还要让老百姓感觉外部敌对势力随时可能过来侵犯 才会感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温暖 还会听从统治阶级的指挥 还有一点就是育民 国以善民制奸民者避乱制 就是用善良的百姓去管制刁民 久而久之就会天下大乱 而让穷凶极恶的刁民去当管理者 这些人心狠手辣 又会玩手的 善良的百姓基本都会听从管理 社会就比较安定 所谓伴不伦与之天下 其实是一句相当误导人的话 外入内法 商君书才是帝王的治国宝典